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签证下来了吗? 下来了 签证下来了吗? 下来了 男朋友送你礼物啦? 是的,可是我一点也不喜欢 男朋友送你礼物啦? 是的,可是我一点也不喜欢 这个菜是你做的吗? 是啊,怎么样,味道还行吗? 这个菜是你做的吗? 是啊,怎么样,味道还行吗? 我在加拿大一边打工一边上学 加拿大的学费和生活费很贵吧? 我在加拿大一边打工一边上学 加拿大的学费和生活费很贵吧? 我去过澳大利亚两次 我也去过一次澳大利亚 我去过澳大利亚两次 我也去过一次澳大利亚 你们学校留学生多吗? 挺多的 你们学校留学生多吗? 挺多的 听说你每天工作时间很短 是的,我一天只工作三个小时 听说你每天工作时间很短 是的,我一天只工作三个小时 你知不知道她的手机号码? 我也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她的手机号码? 我也不知道 她告诉你明天开会的时间了吗? 告诉我了,下午两天 她告诉你明天开会的时间了吗? 告诉我了,下午两天 今天的听力测验考得怎么样? 还行八十多分 今天的听力测验考得怎么样? 还行八十多分 这双袜子破了 扔了,扔了吧 别扔啊,补一补还能穿 这双袜子破了,扔了吧 别扔啊,补一补还能穿 长假期间 大家都去旅游吗? 不一定 有的人在家休息 有的人去旅游 长假期间 大家都去旅游吗? 不一定 有的人在家休息 有的人去旅游 饭吃完了没有? 还有一点 饭吃完了没有? 还有一点 快十点了 我该回去了 还早呢 再坐一会儿吧 他马上就要去法国留学了 那在他出发前 我们几个人一起聚聚吧 他马上就要去法国留学了 那在他出发前 我们几个人一起聚聚吧 你怎么打弟弟啊? 我的玩具被弟弟弄坏了 你怎么打弟弟啊? 我的玩具被弟弟弄坏了 你的名字怎么写 这样写 你的名字怎么写 这样写 你上午去哪儿了? 我去机场接客人了 你上午去哪儿了? 我去机场接客人了 我去机场接客人了 史密斯先生呢? 他在找停车位 他在找停车位 这套家具多少钱? 一万多 这套家具多少钱? 一万多 老板 两个五十块卖不卖 低于七十不卖 老板 两个五十块卖不卖 低于七十不卖 这部电影 你看过吗? 看过两遍 这部电影 你看过吗? 看过两遍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房地产销售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房地产销售 车站附近有便利店吗? 当然有 一出车站就能看见 车站附近有便利店吗? 当然有 一出车站就能看见 这张照片是在哪儿拍的? 在我打工的地方拍的 这张照片是在哪儿拍的? 在我打工的地方拍的 喝点什么? 啤酒 喝点什么? 啤酒 晚上拉肚子了吗? 拉了四五次 晚上拉肚子了吗? 拉了四五次 星期天 我想去吃日本料理 好 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星期天 我想去吃日本料理 好 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我 我 我 不会 做饭 你会吗? 我也不会 我们叫外卖吧 我不会 做饭 你会吗? 我也不会 我们叫外卖吧 你怎么了? 我有点儿不舒服 我想先回去 你怎么 我有点儿不舒服 我想先回去 你的手机找到了吗? 找到了 在被子里 你的手机找到了吗? 找到了 在被子里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那家店服务怎么样? 挺好的 那家店服务怎么样? 挺好的 你一般在哪儿吃午饭? 公司食堂 你一般在哪儿吃午饭? 公司食堂 你每天就睡五个小时 够吗? 不够 但是没办法 你每天就睡五个小时 够吗? 不够 但是没办法 这儿可以拍照吗? 不开闪光灯的话 可以 这儿可以拍照吗? 不开闪光灯的话 可以 前面的人真讨厌 就是 他一站起来 后面的人什么都看不见 前面的人真讨厌 就是 他一站起来 后面的人什么都看不见 我老公也一站起来 我老公在家不是看手机 就是打游戏 我老公也一站起来 都快十二点了 赶紧睡吧 我还不想睡 都快十二点了 赶紧睡吧 我还不想睡 你个子真高 是的 像我爸爸 你个子真高 是的 像我爸爸 这张纸条上写着 他的电话号码 你可以跟他联系 好的 谢谢了 这张纸条上写着 他的电话号码 你可以跟他联系 好的 谢谢了 你来美国前学过英语吗 学过一点 你来美国前学过英语吗 学过一点 你昨晚没睡好吧 是啊 昨晚两点才睡 今天早上五点多就起来了 你昨晚没睡好吧 是啊 昨晚两点才睡 今天早上五点多就起来了 变化打通了吗 没有 我连续打了十次都没人接 变化打通了吗 没有 我连续打了十次都没人接 你怎么来的 我是坐出租车来的 你怎么来的 我是坐出租车来的 这些东西一共多少钱 不贵 不贵 三十多 这些东西一共多少钱 不贵 三十多 暑假期间 大家抽个时间聚一下吧 我跟你想的一样 我跟你想的一样 暑假期间 大家抽个时间聚一下吧 我跟你想的一样 迪斯尼真好玩 你玩得开心就好 你还想去什么地方玩 迪斯尼真好玩 你玩得开心就好 你还想去什么地方玩 男朋友跟我在同一个单位工作 可是他让我换工作 我也觉得你们不在一个单位更好 男朋友跟我在同一个单位工作 可是他让我换工作 我也觉得你们不在一个单位更好 你带现金了吗 我口袋里一点现金也没有了 我这儿有一百多美元 你先用吧 你带现金了吗 我口袋里一点现金也没有了 我这儿有一百多美元 你先用吧 为了参加朋友的婚礼 我又买了一套衣服 那你这个月的开销很大呀 为了参加朋友的婚礼 我又买了一套衣服 那你这个月的开销很大呀 从你家到公司要多长时间 开车二十分钟 从你家到公司要多长时间 开车二十分钟 你新买的书呢 都在我包里 你自己拿吧 你新买的书呢 你新买的书呢 都在我包里 你自己拿吧 午饭我一般点外卖 我也是 不过便宜的吃腻了 贵得心疼钱 午饭我一般点外卖 我也是 不过便宜的吃腻了 贵得心疼钱 只点这几个菜够吗 够了 这家店菜的分量很大 只点这几个菜够吗 够了 这家店菜的分量很大 菜都凉了 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吧 菜都凉了 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吧 我想今年秋天去欧洲旅行 我也想去 我想今年秋天去欧洲旅行 我也想去 这本书能借我看两天吗 对不起啊 这本书是我从图书馆借的 请你下周再来一次 好的 请你下周再来一次 好的 电影票 买中间一点的吧 电影票 买靠前的座位 还是靠后的座位 买中间一点的吧 今天那家店开业打折 一起去看看吧 好啊 今天那家店开业打折 一起去看看吧 好啊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没事 我也才刚到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没事 我也才刚到 约翰呢 他跟朋友吃饭去了 约翰呢 他跟朋友吃饭去了 外面风大 把窗关上吧 好的 外面风大 把窗关上吧 好的 你为什么想学汉语 为了找个好工作 你为什么想学汉语 为了找个好工作 这个不要用洗衣机洗 好的 我用手洗 这个不要用洗衣机洗 好的 我用手洗 这件事怎么办呢 别着急 肯定会有办法的 这件事怎么办呢 别着急 肯定会有办法的 好 我用手洗 有点渴 想喝一点水 好的 我给你倒杯水 他说今天要加班,来不了了 怎么又要加班啊? 他现在这个工作太忙了 他说今天要加班,来不了了 怎么又要加班啊? 他现在这个工作太忙了 从你住的酒店能看见富士山吗? 天气好的时候能看见 从你住的酒店能看见富士山吗? 天气好的时候能看见 你给他打电话了吗? 打了 没人接 你给他打电话了吗? 打了 没人接 这是在网上买的家具 网上买的家具 质量没问题吧? 这是在网上买的家具 网上买的家具 质量没问题吧? 你和你爱人有什么共同爱好吗? 你和你爱人有什么共同爱好吗? 我们两个都爱旅游 我们两个都爱旅游 我会来的家具 我会来巴塞罗那 看看圣家堂 你是第一次来西班牙旅游吗? 对 我一直想来巴塞罗那 看看圣家堂 那可能是你对什么东西过敏 那可能是你对什么东西过敏? 哪个是你姐姐呀? 那个穿红毛衣的 哪个是你姐姐呀? 那个穿红毛衣的 你什么时候出发? 明天早上九点 你什么时候出发? 明天早上九点 还有一个星期 我们就要毕业了 是啊 时间过得真快 还有一个星期 我们就要毕业了 是啊 时间过得真快 你现在体重多少? 一百斤不到 你现在体重多少? 一百斤不到 你买的电脑多少钱? 两千二百美元 你买的电脑多少钱? 两千二百美元 明天我想请你帮个忙 没问题 说吧 要帮什么忙? 明天我想请你帮个忙 没问题 说吧 要帮什么忙? 他对你说什么了? 搞得你这么不开心 他说要跟我分手 他对你说什么了? 搞得你这么不开心 他说要跟我分手 你对他印象怎么样? 还可以 他问了我很多问题 你对他印象怎么样? 还可以 他问了我很多问题 你什么时候去上海? 还没有订 你什么时候去上海? 还没有订 我上班要迟到了 早饭不吃了 别忘了带手机和钥匙 我上班要迟到了 早饭不吃了 别忘了带手机和钥匙 坐地铁哪号线可以到那儿啊? 二号线 坐地铁哪号线可以到那儿啊? 二号线 今天你要上班吗? 今天我休息 不用上班 今天你要上班吗? 今天我休息 不用上班 从这儿到书店 怎么走? 一直走 在第三个信号灯 左拐就到了 从这儿到书店 怎么走? 一直走 在第三个信号灯 左拐就到了 你们约好了吗? 约好了 我们明天下午三点 在星巴克见面 你们约好了吗? 约好了 我们明天下午三点 在星巴克见面 这件大衣才一百多美元 挺好看的吧? 很好看 你真会买东西 这件大衣才一百多美元 挺好看的吧? 很好看 你真会买东西 今天什么日子啊? 怎么做了这么多好吃的? 今天你生日啊 你怎么连自己的生日 都忘了呢? 今天什么日子啊? 怎么做了这么多好吃的? 今天你生日啊 你怎么连自己的生日 都忘了呢? 照片上的这个人是谁啊? 是我爷爷 照片上的这个人是谁啊? 是我爷爷 水电煤气费 去哪儿交啊? 用手机就能交 我来交你 水电煤气费 去哪儿交啊? 用手机就能交 我来交你 你爸爸退休后 干些什么? 上午去健身房 锻炼锻炼身体 下午和朋友 去咖啡店聊聊天 你爸爸退休后 干些什么? 上午 去健身房锻炼锻炼身体 下午和朋友 去咖啡店聊聊天 你能教我包饱饺子吗? 好呀 那咱们定个日子吧 你能教我包饺子吗? 好呀 那咱们定个日子吧 你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 都忘了 最近公司太忙了 你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 都忘了 最近公司太忙了 你的咖啡里要加牛奶吗? 不要牛奶 加点糖吧 你的咖啡里要加牛奶吗? 不要牛奶 加点糖吧 你的车能坐几个人? 七个人 这附近有书店吗? 对面那座大厦的顶楼 有咖啡店和书店 买了书 可以直接去咖啡店看书 这附近有书店吗? 对面那座大厦的顶楼 有咖啡店和书店 买了书 可以直接去咖啡店看书 他比你高吗? 他没有我高 他没有我高 他比你高 他比你高吗? 他没有我高 毕业后你有什么打算? 我想去留学 毕业后你有什么打算? 我想去留学 我买了两张电影票 一起去看吧 好啊 我买了两张电影票 一起去看吧 好啊 你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 经济学 你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 经济学 那些人我都不认识 给我介绍一下吧 好的 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来给你介绍 那些人我都不认识 给我介绍一下吧 好的 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来给你介绍 后天是我们结婚十周年 那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 后天是我们结婚十周年 那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 他会说日语吗? 他刚来日本 还不太会说 他会说日语吗? 他刚来日本 还不太会说 你怎么才来? 我都等了你半个小时了 对不起 我搞错时间了 你怎么才来? 我都等了你半个小时了 对不起 我搞错时间了 请问洗手间在哪? 直走 往右拐就到了 请问洗手间在哪? 直走 往右拐就到了 他拉丁舞跳得很好 听说他五岁 就开始学跳拉丁舞了 他拉丁舞跳得很好 听说他五岁 就开始学跳拉丁舞了 明年旅行 你想去哪? 普吉岛太好玩了 我还想去一次 明年旅行 你想去哪? 普吉岛太好玩了 我还想去一次 一起去吃午饭吧 你先去吧 我还不饿 一起去吃午饭吧 你先去吧 我还不饿 他睡了吗? 还没呢 他房间的灯还开着 他睡了吗? 还没呢 他房间的灯还开着 你会说英语吗? 会一点 你会说英语吗? 会一点 你学得真快 因为这是我感兴趣的 所以学起来比较轻松 你学得真快 因为这是我感兴趣的 所以学起来比较轻松 这孩子特别爱学习 怪不得成绩这么好 这孩子特别爱学习 怪不得成绩这么好 上次买的那本书 看完了吗? 看完了 挺好看的 上次买的那本书 看完了吗? 看完了 挺好看的 护照办好了吗? 还没 护照办好了吗? 还没 你是什么血型? A型 你是什么血型? A型 好淡啊 再加点盐吧 吃淡点 对身体好 好淡啊 再加点盐吧 吃淡点 对身体好 怎么感冒了? 昨天没带伞 被雨淋了 怎么感冒了? 昨天没带伞 被雨淋了 这个箱子有多重? 十公斤左右 这个箱子有多重? 十公斤左右 这可以吸烟吗? 不可以 这可以吸烟吗? 不可以 这个多少钱? 两百三 这个多少钱? 两百三 两百三 我的平板电脑呢? 在沙发上 我的平板电脑呢? 在沙发上 对不起 明天我临时有事 去不了了 这样啊 没事 我们改天再约 对不起 明天我临时有事 去不了了 这样啊 没事 我们改天再约 这儿 这儿比芝加哥冷吗? 这儿没有芝加哥那么冷 这儿比芝加哥冷吗? 这儿没有芝加哥那么冷 这件衣服 给你 我个子没你高 你的衣服 我穿 可能不太合适 这件衣服 我个子没你高 你的衣服 我穿 可能不太合适 今天晚上你有安排吗? 今天晚上 朋友请我吃火锅 今天晚上 你有安排吗? 今天晚上 朋友请我吃火锅 你喜欢红茶 还是咖啡? 我喜欢喝咖啡 你喜欢红茶 还是咖啡? 我喜欢喝咖啡 我们去巴黎玩 想请一个当地的导游 能给我们推荐一下吗? 好的 我帮你们找一下 我们去巴黎玩 想请一个当地的导游 能给我们推荐一下吗? 好的 我帮你们找一下 这辆车怎么样? 我觉得颜色不怎么好看 这辆车怎么样? 我觉得颜色不怎么好看 你见过这个人吗? 好像见过 既不太轻了 你见过这个人吗? 好像见过 既不太轻了 孩子的病好了吗? 没有 我都带孩子 去了好几次医院了 可是还没好 孩子的病好了吗? 没有 我都带孩子 去了好几次医院了 可是还没好 下周你能抽空来一趟吗? 行 我争取周三过去 下周你能抽空来一趟吗? 行 我争取周三过去 一号会议室在哪? 出了三楼电梯 右拐 一直走到头 一号会议室在哪儿? 出了三楼电梯 右拐 一直走到头 肚子好饿 那我们先去餐厅吃饭吧 肚子好饿 那我们先去餐厅吃饭吧 你的房间里有空调吗? 有 你的房间里有空调吗? 有 星期天你一般在家做什么? 不做什么 就是打扫打扫房间 洗洗衣服 看看电视 星期天 你一般在家做什么? 不做什么 就是打扫打扫房间 洗洗衣服 看看电视 他这个人不太熟识 暑假我想去海边游泳 好 好 暑假带你去海边玩 爸爸 暑假我想去海边游泳 好 暑假带你去海边玩 他这个人不太守时 是的 上次约好去看电影 电影都演了一半了 他才来 他这个人不太守时 是的 上次约好去看电影 电影都演了一半了 他才来 今年暑假 你打算去哪儿? 我还没想好 今年暑假 你打算去哪儿? 我还没想好 这个鱼做得太好吃了 是啊 吃了还想吃 这个鱼做得太好吃了 是啊 吃了还想吃 周末你打算做什么? 陪孩子玩 周末你打算做什么? 陪孩子玩 你不着急的话 坐下来慢慢谈吧 好的 你不着急的话 坐下来慢慢谈吧 好的 他是从哪国来的留学生? 加拿大 他是从哪国来的留学生? 加拿大 加拿大 我给你发的短信 你看了吗? 我刚下课 还没时间看 我给你发的短信 我给你发的短信 你看了吗? 我刚下课 还没时间看 我给你发的短信 你每天怎么去学校 我走着去 你大概什么时候能到? 别等我了 别等我了 你们先出发吧 你大概什么时候能到? 别等我了 你们先出发吧 离期末考试只有两天了 别紧张 你平时学得那么努力 肯定没问题 离期末考试只有两天了 别紧张 你平时学得那么努力 肯定没问题 周末你一般干什么? 看书、学习、看电影 和朋友吃饭聊天 周末你一般干什么? 看书、学习、看电影 和朋友吃饭聊天 你有兄弟姐妹吗? 我有一个哥哥 你有兄弟姐妹吗? 我有一个哥哥 可以用信用卡支付吗? 对不起 本店只接受现金 可以用信用卡支付吗? 对不起 本店只接受现金 今天你带饭了吗? 带了 早上起来做的 今天你带饭了吗? 带了 早上起来做的 我小时候住在奶奶家 是奶奶带大的 我是姥姥带大的 所以跟姥姥感情特别好 我小时候住在奶奶家 是奶奶带大的 我是姥姥带大的 所以跟姥姥感情特别好 你平时运动吗? 我每天骑自行车上班 你平时运动吗? 我每天骑自行车上班 你想去哪家餐厅? 去意大利餐厅吧 你想去哪家餐厅? 去意大利餐厅吧 你当天回得来吗? 不一定 要看情况 你当天回得来吗? 不一定 要看情况 给他带瓶葡萄酒吧 他从来不喝酒 给他带瓶葡萄酒吧 他从来不喝酒 虽然已经是十二月底了 但这儿的天气 还是像夏天一样 是吗? 那以后冬天就去你那儿过 虽然已经是十二月底了 但这儿的天气 还是像夏天一样 是吗? 那以后冬天就去你那儿过 你们家乡有什么特产啊? 我的家乡特产是菊花茶 你们家乡有什么特产啊? 我的家乡特产是菊花茶 他总是比我先到公司 他家比你家离公司更近 他总是比我先到公司 他家比你家离公司更近 今天去外面吃吧 好啊 去那家新开的餐厅尝尝 今天去外面吃吧 好啊 去那家新开的餐厅尝尝 他对谁都很热情 怪不得这么多人喜欢他 他对谁都很热情 怪不得这么多人喜欢他 你量一下体温吧 好的 哎呦 三十九度 你量一下体温吧 好的 哎呦 三十九度 你字写得真漂亮 小时候被爸爸逼着练过几年字 你字写得真漂亮 你字写得真漂亮 小时候被爸爸逼着练过几年字 你去过上海吗 还没去过 你去过上海吗 还没去过 你去过上海吗 今年寒假 你回老家吗 今年不回去 我爸妈来我这儿过年 今年寒假 你回老家吗 今年不回去 我爸妈来我这儿过年 他怎么又迟到了 就是 希望这次是最后一次 他怎么又迟到了 就是 希望这次是最后一次 这药怎么吃啊 一天吃三次 一次两片 饭后吃 这药怎么吃 一天吃三次 一次两片 饭后吃 早餐我煎了鸡蛋和香肠 真不错 你房间的墙上贴了好多照片啊 对 都是我去旅游时照的 你房间的墙上贴了好多照片啊 对 都是我去旅游时照的 中午你一般去哪儿吃饭 我一般去百货店四楼的美食广场吃饭 既便宜又好吃 中午你一般去哪儿吃饭 我一般去百货店四楼的美食广场吃饭 既便宜又好吃 他回来了吗 回来了 现在在他自己房间里 他回来了吗 回来了 现在在他自己房间里 我早就说过 他以后一定能行 是吗 我怎么没听你说过 我早就说过 他以后一定能行 是吗 我怎么没听你说过 吃得太饱了 好难受啊 那去散散步吧 吃得太饱了 好难受啊 那去散散步吧 你老家在哪儿 温哥华 你老家在哪儿 温哥华 现在的孩子每天除了学习 还是学习 真辛苦 学生当然应该学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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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中午 我中午一直吃得不多 他一看到陌生人 就躲到妈妈身后 我小时候也跟他一样 特别害羞 他一看到陌生人 就躲到妈妈身后 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也跟他一样 特别害羞 我好像吃坏肚子了 那去医院看看吧 我好像吃坏肚子了 那去医院看看吧 我吃过两次烤羊肉 在哪儿吃的 我吃过两次烤羊肉 在哪儿吃的 这部电视剧你看过吗 很好看 非常推荐 这部电视剧你看过吗 很好看 非常推荐 你们一共来几个人 五个 你们一共来几个人 五个 他在学习吗 没在学习 在看漫画 他在学习吗 没在学习 在看漫画 这本书我已经看完了 你带回去慢慢看吧 那谢谢你了 这本书我已经看完了 你带回去慢慢看吧 那谢谢你了 今天是几月几号星期几 三月五号星期二 今天是几月几号星期几 三月五号星期二 你自己开车来的吗 是的 你自己开车来的吗 是的 你是几几年来中国的 九七年 我在北京住了二十多年了 你是几几年来中国的 九七年 我在北京住了二十多年了 你这么喜欢小狗 怎么不养一只 我妈不让我养 你这么喜欢小狗 怎么不养一只 我妈不让我养 今天星期几 星期天 今天星期几 星期天 今天连着开了三个会 累死我了 辛苦了 晚上早点休息 今天连着开了三个会 今天连着开了三个会 累死我了 辛苦了 晚上早点休息 这个周末你有空吗 这个周末啊 我答应孩子带他去动物园玩 这个周末啊 我答应孩子带他去动物园玩 你减肥啊 怎么不吃呢 我刚吃过早饭 还不饿 你减肥啊 怎么不吃呢 我刚吃过早饭 还不饿 怎么这么晚 我等了你半个小时了 对不起 对不起 路上堵车 怎么这么晚 我等了你半个小时了 对不起 对不起 路上堵车 今天晚上一起去唱卡拉OK吧 哎呀 真不巧 我晚上有点事 改天吧 今天晚上一起去唱卡拉OK吧 哎呀 真不巧 我晚上有点事 改天吧 人都到齐了吗 还差玛丽 人都到齐了吗 还差玛丽 你对什么感兴趣 健身 你对什么感兴趣 健身 你每天几点去晨跑 我六点开始跑 大约跑半个小时 你每天几点去晨跑 我六点开始跑 大约跑半个小时 你脚上的伤好了吗 好啊 可以下床走路了 你脚上的伤好了吗 好啊 可以下床走路了 这蛋糕太甜了 你吃吧 甜吗 我觉得还可以 这蛋糕太甜了 你吃吧 甜吗 我觉得还可以 这周末一起去看樱花吧 太好了 我也正有这个打算 这周末一起去看樱花吧 太好了 我也正有这个打算 大夫 大夫 孩子没事吧 没事 问题不大 大夫 孩子没事吧 没事 问题不大 昨天学的内容复习了吗 复习了一点 昨天学的内容复习了吗 复习了一点 明天去不去看电影 好啊 有什么好片子吗 明天去不去看电影 好啊 有什么好片子吗 你跟他熟吗 不太熟 我只跟他见过两次 你跟他熟吗 不太熟 我只跟他见过两次 今年春节是什么时候 一月下旬 今年春节是什么时候 一月下旬 中午想吃什么 不想吃 没胃口 中午想吃什么 不想吃 没胃口 这段英文我看不懂 你给我翻译一下吧 好的 这段英文我看不懂 你给我翻译一下吧 好的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在英语培训班认识的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在英语培训班认识的 我们是在英语培训班认识的 假期 你打算去哪儿玩 我计划和朋友去海南 假期 你打算去哪儿玩 我计划和朋友去海南 你们两个一样大吗 不是 他比我大三岁 你们两个一样大吗 不是 他比我大三岁 我们这儿靠近海边 风很大 是吗 我家那边很少刮大风 我们这儿靠近海边 风很大 是吗 我家那边很少刮大风 这辆车只能坐四个人 那再叫一辆车吧 这辆车只能坐四个人 那再叫一辆车吧 你会做饭吗 我只会泡方便面 你会做饭吗 我只会泡方便面 服务员 再来两瓶啤酒 你已经喝了几瓶了 别再喝了 服务员 我只会泡沉一会儿 我觉得现在的生活 已经离不开手机了 是啊 出门要是忘了带手机 心里就非常不安 我只会泡沉一会儿 我觉得现在的生活 已经离不开手机了 是啊 出门要是忘了带手机 心里就非常不安 你怎么没去 他们都是年轻人 他们都是年轻人 我去不合适 你怎么没去 他们都是年轻人 我去不合适 你们要来点什么主食 来一份炒饭吧 你们要来点什么主食 来一份炒饭吧 你明天在家吗 明天我要去出差 不在家 你明天在家吗 明天我要去出差 不在家 不好意思 请问地铁站在哪儿 在那边 不好意思 请问地铁站在哪儿 在那边 元旦一班休息几天 一班只休息一天 元旦一班只休息一天 小明长得真高 我们班里 他个子最高 小明长得真高 我们班里 他个子最高 墙上挂的那幅画 是新买的吗 不是 是朋友画了送我的 墙上挂的那幅画 是新买的吗 不是 是朋友画了送我的 那家店 那家店离公司远吗 走路十分钟吧 那家店离公司远吗 走路十分钟吧 你也是第一次来吗 不是 这儿我来过好几次了 你也是第一次来吗 不是 这儿我来过好几次了 下周小张的婚礼 你参加吗 参加 你呢 下周小张的婚礼 你参加吗 参加 你呢 廉价你们放几天 一个星期左右 廉价你们放几天 一个星期左右 我喜欢穿白色T恤和牛仔裤 我也喜欢 我喜欢穿白色T恤和牛仔裤 我也喜欢 你家几口人 五口人 还有一只猫 你家几口人 五口人 还有一只猫 我给你开了五天的药 回去好好休息 按时吃药 好的 谢谢大夫 我给你开了五天的药 回去好好休息 按时吃药 好的 谢谢大夫 这本书借了多长时间了 一个多星期了 明天得去还了 这本书借了多长时间了 一个多星期了 明天得去还了 今天会下雨吗 天气预报说 今天阴转晴 今天会下雨吗 天气预报 天气预报说 今天阴转晴 这病要不要紧 不要紧 注意休息 按时吃药就好了 这病要不要紧 不要紧 注意休息 按时吃药就好了 作业做完了吗 还没 我想先吃完饭 再做作业 作业做完了吗 还没 我想先吃完饭 再做作业 大阪冬天冷吗 跟这儿差不多 大阪冬天冷吗 跟这儿差不多 走哪条路 这条路车特别多 走波士顿街吧 走哪条路 这条路车特别多 走波士顿街吧 你怎么了 我一吃早饭就肚子疼 你怎么了 我一吃早饭就肚子疼 有机会 我想去伦敦旅游 你要是来伦敦玩 我就给你做导游 有机会 我想去伦敦旅游 你要是来伦敦玩 我就给你做导游 昨天的电影好看吗 一点也没意思 我中途都睡着了 昨天的电影好看吗 一点也没意思 我中途都睡着了 明天要早起吗 不用 这儿离机场很近 明天要早起吗 不用 这儿离机场很近 你爷爷今年多大了 七十六 你爷爷今年多大了 七十六 幸亏你来帮我 太谢谢你了 你怎么这么客气 没关系的 幸亏你来帮我 太谢谢你了 你怎么这么客气 没关系的 下了班一起去逛街吧 我今天有点感冒 改天再一起去吧 下了班一起去逛街吧 我今天有点感冒 改天再一起去吧 医生怎么说啊 医生说问题不大 给我开了三天的药 医生怎么说啊 医生说问题不大 给我开了三天的药 我结了婚以后 越来越胖了 每天吃得好 不运动 当然就会胖 我结了婚以后 越来越胖了 每天吃得好 不运动 当然就会胖 要是明天你不能来 我就去找你 好的 要是明天你不能来 我就去找你 好的 今天我们游览几个景点 三个 今天我们游览几个景点 三个 今天你买了什么水果 苹果和草莓 今天你买了什么水果 苹果和草莓 我今天喝酒了 不能开车 那我来开吧 我今天喝酒了 不能开车 那我来开吧 这么多工作 今天能干完吗 今天干不完 明天再接着干 这么多工作 今天能干完吗 今天干不完 明天再接着干 中午你想吃什么 什么都行 中午你想吃什么 什么都行 你恢复得怎么样 很好 我下个月就能出院了 你恢复得怎么样 很好 我下个月就能出院了 你怎么去 我坐地铁去 又快又方便 你怎么去 我坐地铁去 又快又方便 我判了十斤 是吗 看不出来呀 我判了十斤 是吗 看不出来呀 你对哪个专业感兴趣 法律 你对哪个专业感兴趣 法律 你几点过来 大概下午五点吧 你几点过来 大概下午五点吧 肚子好饿 有什么吃的吗 煮两个鸡蛋吧 肚子好饿 肚子好饿 有什么吃的吗 煮两个鸡蛋吧 里面还有空位吗 对不起 里面都坐满了 里面还有空位吗 对不起 里面都坐满了 沙拉上几点柠檬汁吧 好的 沙拉上几点柠檬汁吧 好的 你在哪儿打工 麦当劳 你在哪儿打工 麦当劳 怎么又是面条啊 已经连着吃了三天了 我天天吃也吃不腻 怎么又是面条啊 已经连着吃了三天了 我天天吃也吃不腻 现在几点 差十分两点 现在几点 差十分两点 九点上班 你怎么六点就来了 今天要处理的是很多 九点上班 你怎么六点就来了 今天要处理的是很多 我在家自己烤面包 你真厉害 我在家自己烤面包 你真厉害 麻烦给我开张收据 好的 麻烦给我开张收据 好的 你会不会开车 会是会 不过不常开 你会不会开 你会不会开 开车 会是会 不过不常开 你中文听力不错 每天早上 我都听中文广播 你中文听力不错 你中文听力不错 每天早上 我都听中文广播 下了班 你有事吗 我下了班 要去接孩子 下了班 你有事吗 我下了班 要去接孩子 孩子咳嗽咳得厉害吗 厉害 还流鼻涕 孩子咳嗽咳得厉害吗 厉害 还流鼻涕 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 5月12号 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 5月12号 你刚发的奖金呢 我的奖金都用来还贷款了 你刚发的奖金呢 我的奖金都用来还贷款了 哎哟 额头这么烫 你发烧了吧 我觉得浑身无力 头疼 嗓子疼 哎哟 额头这么烫 你发烧了吧 我觉得浑身无力 头疼 嗓子疼 你现在上大几 大二 你现在上大几 大二 你去过北京吗 去过 不过我还没去过故宫 你去过北京吗 去过 不过我还没去过故宫 你老是盯着手机 在看什么啊 看新闻啊 你老是盯着手机 在看什么啊 看新闻啊 这家店的蔬菜和水果都很新鲜 是吗 那以后我也来这儿买 这家店的蔬菜和水果都很新鲜 是吗 那以后我也来这儿买 今天该谁洗碗了 昨天是我洗的 今天该妹妹洗了 今天该谁洗碗了 昨天是我洗的 今天该妹妹洗了 她做什么工作 她是游泳教练 以前参加过很多比赛 她做什么工作 她是游泳教练 以前参加过很多比赛 这红茶真好喝 哪买的 不是买的 是朋友送的 这红茶真好喝 哪买的 不是买的 不是买的 是朋友送的 再多吃点 谢谢 我吃饱了 再多吃点 谢谢 我吃饱了 一会儿你下楼的时候 把垃圾带下去 好的 一会儿你下楼的时候 把垃圾带下去 好的 这些人都是从哪儿来的 我也不知道 这些人都是从哪儿来的 我也不知道 你参加明天的活动吗 参加 你呢 你参加明天的活动吗 参加 你呢 这附近有自动取款机吗 有啊 在地下一层的电梯旁边 这附近有自动取款机吗 有啊 在地下一层的电梯旁边 你看起来很困啊 我昨天只睡了三个小时 你看起来很困啊 我昨天只睡了三个小时 明天就要开学了 暑假作业都做完了吗 做完了 明天就要开学了 暑假作业都做完了吗 做完了 菜单在哪儿 让我看一下 给 你喜欢吃什么就点什么 菜单在哪儿 让我看一下 给 你喜欢吃什么就点什么 我喜欢穿裙子 你穿裙子很漂亮 我喜欢穿裙子 你穿裙子很漂亮 孩子着凉感冒了 留鼻涕 鼻塞 咳嗽 那带他去医院看看吧 孩子着凉感冒了 孩子着凉感冒了 留鼻涕 鼻塞 咳嗽 那带他去医院看看吧 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三岁 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三岁 你买哪双运动鞋 还没选好 你买哪双运动鞋 还没选好 我去里面办点事儿 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好的 我去里面办点事儿 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好的 他是哪国人啊 好像是法国人 他是哪国人啊 好像是法国人 你喜欢就再多吃点 我已经吃了很多了 你喜欢就再多吃点 你喜欢就再多吃点 我已经吃了很多了 你身高多少啊 一米七八 你身高多少啊 一米七八 你来得太巧了 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 那太好了 你来得太巧了 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 那太好了 你每天几点睡觉 十二点左右 你每天几点睡觉 十二点左右 他刚才跟你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 都是工作上的一些事 他刚才跟你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 都是工作上的一些事 这些衣服 都是你自己做的吗 不都是 有的是在网上买的 这些衣服 都是你自己做的吗 不都是 有的是在网上买的 不好意思 这么晚了还打扰你 没事 我还在看小说呢 不好意思 这么晚了还打扰你 没事 我还在看小说呢 这儿挺宽敞 咱们就坐在这儿吧 好的 这儿挺宽敞 咱们就坐在这儿吧 好的 你们公司 你们公司环境怎么样 环境很好 公司食堂的火食也很好 你们公司环境怎么样 环境很好 公司食堂的火食也很好 你有几个兄弟姐妹 你有几个兄弟姐妹 我有一个哥哥 还有一个妹妹 你有几个兄弟姐妹 我有一个哥哥 还有一个妹妹 还有一个妹妹 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 今天我没时间 改天再说吧 你开车只有五分钟了 快上车吧 好的 好的 离开车只有五分钟了 快上车吧 好的 这个能便宜点吗 对不起 我们这儿不讲价 这个能便宜点吗 对不起 我们这儿不讲价 这件事和我没有关系 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这件事怎么会和你没关系呢 这件事和我没有关系 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这件事怎么会和你没关系呢 图书馆几点开门 九点半 图书馆几点开门 图书馆几点开门 九点半 我新买了两把椅子 你看看 不错 款式颜色都挺好 我新买了两把椅子 我新买了两把椅子 你看看 不错 款式颜色都挺好 今天一起去吃晚饭吧 对不起 我今晚得在家写论文 今天一起去吃晚饭吧 对不起 我今晚得在家写论文 我今年五十二了 咱俩同岁啊 我今年五十二了 咱俩同岁啊 你会打网球吗 不会 你会打网球吗 不会 生日蛋糕预定了吗 哎呀 我忘了 生日蛋糕预定了吗 哎呀 我忘了 你想吃牛肉还是鸡肉 鸡肉吧 你想吃牛肉还是鸡肉 鸡肉吧 今天怎么没去上班啊 今天公司休息 今天怎么没去上班啊 今天公司休息 他们俩在干嘛 他们正聊着天呢 他们俩在干嘛 他们正聊着天呢 圣诞节你和家人一起过吗 圣诞节你和家人一起过吗 当然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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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